羊羊这首曲子 首先我们看一下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有一个第二号 那我们这课很明显它是一个声号 这个是声发 那所有看到发的时候 就要稍微往高NNN联系的时候 多注意出现了两种较为常见的节奏性 刚开始第一个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一下 这是Ry Rhyme 它是一个前八后十六的一个节奏 再往后你看第三个小节有一个十六分音符 这个就是Ry Rhy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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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边还有这个前十六后八 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刚开始呢 只需要先去把音找好 把节奏对好 然后把曲子先摸下来 那练的时候可以先参照 我们可以看到上边有的音符带了点 这个是代表跳音符号 那在拉的过程当中呢 要稍微跳跃一点 把这个声音要有颗粒性一点 像是这个乒乓球掉到地下 往起弹的这种感觉 那拉的时候像这个 千万不要 会很难听 稍微跳跃一点 这个可以先单独练一下 欢迎同学们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联系我们的课程顾问 扫码添加他的微信 可以领取免费的小提琴体验课程